来看到飞华各界联合筹办庆典的委员会 在马尼拉市举办纪念孔子诞辰 即庆祝教师节活动 那么诸飞代表林松焕感谢各校教师 致力在菲律宾传承正体字 他也强调文字是延续文化的根基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让中华文化可以发扬光大 这场在菲律宾中正学院大礼堂 举办的纪念孔子诞辰即庆祝教师节活动 是由飞华各界联合筹办庆典委员会主办 邀请当地六十多所华校 共一千多位教师共相顺举 活动由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 传务理事 李淑慧乔劫委员担任主席 他感谢乔委会 助杯代表处与华侨团体的支持 让菲律宾当地的华文教育成就斐然 菲律宾各界在中正学院举行庆祝大会 来表彰我们这些平常 为耕耘这个信坛 劳苦功高的老师们 同时乔委会也在这里 为我们的直升优良教师举行颁奖仪式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所以今天大明区的老师 都会到这里来庆祝自己的生日 我们同时也是齐勉大家继续在信坛上耕耘 为这个华社造就更优秀的人才 贵宾包括助杯代表林松焕 菲华文经总会常务委员胡尔农 菲华少年常务理事吴子薇 以及菲华妇女会养老院会长兼院长的林山瑶 都专程出席致议 林松焕表示 政府配合侨社需求 派遣教育替代役教师来非任教 增加台湾奖学金名额 并简化与放宽对非签证规定 以利侨生或华裔学生赴台学习 为了能够维护珍贵 丰富多元的中华文化 我们每个人 每个社区 甚至是菲律宾政府都有责任共同来努力 共同把可能的资源都放在一起来维护华文的教育 因为华文教育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资产 也是维护这个中华文化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祝福所有的老师 教师节快乐 会中由林松焕代表乔委会 颁发奖座 奖状及奖金 给66位菲律宾地区华文学校 资深优良在职教师 以及4位退休教师 典礼最后是众所期盼的摩采活动 奖品包括现金红包及乔委会委员长吴欣欣 与祝菲代表林松焕所赞助的 益金电视 期盼海外乔校教师都能欢度这个属于他们的节日 台湾宏观电视王永鑫 菲律宾马尼拉采访报导